太可惜了 这个穿着婚纱的漂亮女人 居然是鬼 她生前很想结婚 死后心愿为了的 便一直留在了这里 为了让她爱戏 这里人准备给她办一场婚礼 如若不然 破坏相当严重 准备好了吗 九路明昏 现在风上 本剧有九个短片组成 故事一 外卖院 这个故事要从一条 蓝色的小妹妹讲起 几个半大的小伙子 前几天偷了小薇的一条小妹妹 说好的轮番保存的 但到了小油这里 这条内内竟然神秘的失踪了 嘴上死不承认 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小油便会从枕下起了那条 充满诱惑的蓝色小内内 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来到厕所 你懂的 这个时候她会回想起 给小薇送餐时的场景 回想起她那动人妩媚的微笑 回想起那纤细修长的手 更是会幻想着 小薇会温柔的对她说 每每到这个时候 小油都会即将把持不住 但还是这个时候 一阵不合时宜的敲门声 则把她拉回现实 就这样这一宿又这样无聊的过去 再到第二天起床时 已经日上三感了 再与母亲吵了一架后 小油开始帮母亲去送餐 然而才刚走到楼下 她就看到了一团白雾从天而降 再听叭几声 映入眼帘的是 已经摔着稀碎的梦中情人 这件事给小油留下了 很深的心理阴影 从那以后 她是吃啥啥不香 啥啥不想干 但机友还是忍不住的打去她 不仅如此 机友更是表示 还好那条内内神秘失踪 不然后果不敢想象啊 至少自己是肯定会被吓得睡不着觉的 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这碗的小油就真的梦到了 自己在给小薇送餐 只见推开了那道熟悉的门后 她看到的却是一个 穿着婚纱的小薇 接着小油被惊得从梦中惊醒 惊醒到她再回想起 白天机友的话 她觉得自己应该把内内还回去 于是小油起身 朝了小薇生前的房间走去 并准备把那条内内留在门前 不过还是这时 那道门竟然自动打开 再朝着里面看去 她看到了那张令人毛骨悚然的脸 紧接着在小油绝望的叫喊中 她被小薇给拉进了房间 这个男人挨中挽气 以食物多 在大街上跌跌撞撞一趟后 她就看到了这张公寓出租的广告 按照广告上的指引 她便来到了这栋小薇跳楼自杀的公寓中 在这里管理大爷热情的告诉她 这里租一免三 不受押近 拎包挤住 但大爷却对男人隐瞒了 他给男人的房间 正是小薇生前的房间 不管怎样对于男人来说 他总算是找到了暂时落脚的地方 之后他又打通了老板的电话 想预支几个钱 但老板表示自己的钱又不是大风寡来的 如果男人突然嗝屁了 那自己找鬼要钱呢 自己可没有这个道 一旦很衰连床都要气负 床塌了 但男人却从床底看到了一个盒子 打开盒子里面除了有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外 还有个钻石项链 看样子男人应该还能多挺一阵 还是这时屋内的电话响 是楼下的管理大爷打来的 说是男人的舅舅找他 卧槽这刚搬进来 人还没睡热 大爷都认识他舅舅了 当男人下楼后却没有看到他的舅舅 对此大爷又吵 可能去叙叙了吧 让他稍等一会儿 就这样等了很久也不见舅舅 无奈的男人只有回屋 然而来到门前 他发现是哪个好心人知道自己没有吃东西呢 在苏树张望无果后 他刚忙拿着东西回屋 上去就是进口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这饭菜不但超级难吃 光是在吃完还会吐血吐头发 那吐得正还是 领域又莫名的被打开 拉开帘子又没有人 可回过头 小薇却是把男人惊得一下子坐在了浴港之中 还来不及喊妈妈 他发现此刻他竟然与小薇洗了鸳鸯浴 想逃吧 一开门就莫名的来到了阳台上 目睹了小薇跳了真海 还没听到鸭鸡声 一只手倒是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是他正在触摸着男人 而男人也由开始的刻影 惊恐 慢慢的到了后来的待滞和享受 之后他变得与小薇一样爬到了天台的边上 牵着小薇的手 从这里跳了下去 故事三 朋友 这个胖子叫阿朗 是小薇生前的朋友 小薇生前曾把他要结婚的事 第一个告诉了阿朗 不曾想阿朗表面上为小薇开心 但其实背地里满是羡慕嫉妒恨 然后学过几天 泰国无数的阿朗便起谈事发 试图阻止小薇获得幸福 还是这个时候他就收到了小薇的电话 之后来到了小薇的房间 看小薇在他这个单身狗面前 晒自己的婚纱 看到这儿阿朗觉得自己忍不了了 于是他决定对小薇坦白写事情 阿光是小薇生前的男友 难怪小薇这几天联系不上他 原来他竟然吃盒饭去了 接着阿朗把电话递给小薇 表示是阿光的妈妈打来的 小薇接听后光他妈只说了三个字 要坚强 小薇听后当时就受不了 但阿朗也对他说了三个字 在阿朗离开后 小薇熟悉大扮 穿好婚纱 当阿朗回到房间看床景的瞬间 他正前与小薇打了个招呼 然后再听啪气一声 小薇也去吃盒饭 阿朗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 他十分害怕 于是他赶忙收拾道具拎包走人 来到车站 他还不忘给阿光打一通电话 想通知他有关小薇的事 不曾想得到的确实 电话挂断的瞬间 阿朗看到车窗瞬间渗血 再急着他居然看到了小薇 在惊恐中 他也随着小薇去吃盒饭 故事四 爱人 阿光 小薇的未婚妇 他与小薇是在酒吧中通话朗介绍认识的 两人一见钟情眉来眼去 见色起义 而后发展更是神速 当晚小薇就把阿光带回了家 但就在阿光安套路 准备进行下一场活动的瞬间 小薇却突然打断 他表示自己不是那样事的人 阿光刚说 岸边听到了关 再起身小薇不见了 于是无聊大光 变在小薇的房间内 四处张望了起来 结果就看到了这样的小屏屏 好奇之下一场 原来就是精神震惊计 阿光看后满身后怕 这个女人有病啊 但还是这时阳台的窗户开了 阿光赶忙把药物归回远位 再抬头朝着阳台看去 他看见了披着白纱的小薇 接着小薇朝他走来 主动的更是让他害怕 但有那么一句话 不是叫来都来了吗 一夜过后 阿光便知道了 冲动这俩字怎么写了 阿光本身是个不混族 他那么年轻 帅气多金 他的理想是拯救万千少女 于水火之中的 怎么可能轻易踏进婚姻的坟墓呢 然而小薇却与他完全相反 小薇是个结婚况 他天天想结婚 白天想夜里想 想结婚想的平时都自备婚戒 自从那一夜 而后小薇开始自备礼服婚纱 自备婚照 自备情帖 看着小薇为他准备的一切 不知为何 阿光竟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决定与阿朗演一出戏 让阿朗去骗小薇 不曾想小薇竟如此真烈 一个没想开 就要随着阿光一起走 当阿光从报纸上看到小薇已死的消息后 他很是自责 于是在小薇葬里的夜晚 阿光准备向他忏悔 并为他带上了戒指 不过当他恍惚间看到了 躺在棺材龙的小薇睁眼后 阿光惊得急忙后退 又一个不小心坐在了地上 但还是这时 从他身后走出了一个人影 他一棒子结束了阿光 不说 佣人 这个老太太是这栋公寓中的宝家医 杜婆婆 这天在收拾到小薇门前的时候 她便听到了一阵轻横声 杜婆婆知道那是小薇的声音 还是这时小薇的房门被打开 管理大爷陪同着小薇的父亲 在收拾小薇的遗物 而在小薇爸爸走后 管理大爷则轻声的对杜婆婆表示 接着就看到杜婆婆带着道具 在小薇房内 摆了起来并念起了经 同时一阵开门声 则打断了杜婆婆念经的节奏 当杜婆婆转手 房门是关着的 不过她的旁边 却逗了个大马 这人是小薇的母亲 楼下卖盒饭的 她表示她带来了小薇生前 最喜欢的合法 这两人对死去的小薇 一副殷勤的样子 她们定是有事相求 画面一转 这两个大妈来到了一个老神棍面前 又对她殷勤的表示 原来这俩大妈 竟是从神棍这里学了个片方 能预知彩票的结果 但这个片方必须在刚死过人的房间内实发 于是他们就选择了小薇的房间 还是因为这个房间太准 大妈们又来了寻求下一期的预知方法 因为香火前还算到位 老神棍也准备继续助理 可老神棍表示 这次是新配方 威力更大 效果更猛 更强大就说明能中大奖 但收获与风险是成正力的 就这样求的新配方的两个大妈 回到公寓中便准备实施 然而她们愤怒的是 管理员竟然把小薇的房间给租出去了 这可如何是好呢 最后还是杜婆婆咬牙拍包 于是管理员就给男人的房间打了一通电话 广称她就来找他 然后在男人出来时 这俩大妈便开始偷溜进房间 开始释放 但仪式在进行一办时 男人就回来了 大妈听后期望逃走 丢下了在房间内的杜婆婆 而后就有了男人回来看到了盒饭 以及吃盒饭狂吐血的上面 这时候的杜婆婆正躲在她家的阳台上 她见男人溜进了房间 她就想趁机逃脱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一回头竟然看到了穿着婚纱的小薇了 那大妈更得狂逃啊 直接逃出了房间就乘上了电梯 但我们都知道 恐怖片中的电梯是不能乘人的 于是就发生了这一幕 电梯突然停了 灯突然熄灭 接着大妈赶忙打着火机 露出了那不到半米长的火苗 再看电梯中竟然飘洒骨灰 大妈更是感慨地表示 接着大妈开始苦苦相求 希望小薇能够遵老挨幼 不要再吓唬她这个老人家了 话后电梯内的灯果然亮了 看样子小薇是个好阿嫖 大妈见后很是感激地 在电梯内对着小薇道谢 故事到此结束 相信看到第五个故事后 小伙伴们都能看懂了吧 这部《九路明昏》 就是由九个短片小故事组成的 那本期的五个小故事 其实大概意思就是讲了 小薇通过好友阿朗的介绍 认识了渣男阿光 面对小薇的避婚 渣男权的逃避 而后更是通过与阿朗的合谋 骗小薇谎称阿光出车过死了 一直期盼着能与阿光走进婚姻殿堂的小薇 再得到这样的噩耗 他一直接受不了的就留下了遗书 穿上婚纱 跳楼子傻 然而到了那边可能是没有看到阿光 所以这又开始阴魂不散的 使得他住过的1616号房间 变成了凶斩 那么当小薇的父母 在得知他死亡背后的真相 会怎样复仇呢 下期的四个小故事告诉你 看完别忘点个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